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免费高速的科学上网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通过Walk脚本 将Wilays写一节点部署到Cloud Flayer当中 从而来实现高速稳定的科学上网 如果你还没有多余的备用网络 还担心科学上网突然失效以后 与外界失联 或者说你现在根本不想花钱去购买机场或者是VPN 那么这期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使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的本地千兆宽带基本都能跑满 可以说这种方式胜过了绝大多数的免费机场和VPN 这次呢我会使用到域名来保证我们所使用的传输协议程式TLS的加密协议 这样相对来说安全性就相对好一些 当然不想使用域名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很麻烦 本期视频也会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一个分享 这期视频也会使用到优选IP来帮忙锁住我们的IP地址 不会让我们的IP地址出现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香港的这种情况 从而保证我们在使用国外的社交媒体账号的时候 比如推特、Facebook、TikTok等 不会因为IP地址不稳定的问题 触发了封控而导致账号需要验证甚至是被封号 接着呢就跟我一起一步一步的来操作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成功免费体验这种翻墙方式 在操作之前呢 还请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接下来呢我们到我们的博客 如果你还没有最新版的V2ray的话 可以点击这里进行一个下载 接着呢我们进入到Cloudflare的网站 这里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这里我们就使用临时的邮箱来进行一个注册 这样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的隐私的一个作用 当然这里也可以使用你自己的谷歌邮箱来注册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来到临时邮箱的这个网站 进来以后呢这里就会自动随机的给我们生成一个邮箱 我们把这个邮箱地址给它复制下来 接着呢回到我们的Cloudflare 这里呢我们点击注册 接着呢这里呢输入我们的邮箱地址 然后下面输入你的密码 输入好密码以后呢接着点击注册 注册好以后呢我们点击Walkan的Pages 这里呢需要验证我们的一个邮箱 我们点击这个rescentemail 来进行一个邮箱验证 接着呢我们回到我们的临时邮箱 现在这里呢就会收到一个信息 我们点击这个链接 点击这里关闭 这里呢就看到这个验证链接 我们点击 好现在就验证成功了 现在这个页面呢是全是英文的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呢 把这个英文换成简体中文 现在我们用临时邮箱申请的Cloudflare的账号 就已经申请成功了 接着呢我们进入第二步 接着呢我们点击创建Worker 这里呢我们重新命名 接着呢我们点击部署 点击PageWorker 点击快速编辑 进入到这个部署页面呢 我们把这段代码全部给它删掉 接着回到我们的博客 我们进入到这个部署代码的这个页面 我们把这里面的代码呢全部给它复制下来 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按钮 把这个代码复制下来 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Worker 然后呢把这个代码给它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的话这里我们使用键盘上的Counter加V 或者是苹果的Command加V 接着呢这里呢我们需要修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第七行的这个UUID 这里我们需要进行一个修改 UUID呢这里如何去生成呢 我们进入到我的博客 进入到UUID生成的这个页面 进入这个页面呢 我们随便生成五组UUID 然后呢我们随便复制一组 Counter加C 然后到Worker这个页面 把这里给它替换掉 把这里选住 然后Counter加V 给它替换掉 这里呢是一个IP 这个IP呢这里提供了有五组 CDN的一个加速的一个IP 这里呢我们随便复制一个 然后回到我们的Worker里面 把这个IP给它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保存并部署 接着呢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 在流浪器新建一个窗口 然后把这个链接粘贴进来 现在有这样一段代码 就代表我们现在这个已经部署好了 到了这一步呢代码是部署好了 这里呢我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就是使用域名 来使用TLS的加密写 另一个呢就是不使用域名 不用TLS加密 这里呢我先也是不使用域名 来使用节点 接着呢我们回到刚才的Worker一面 我们把这个UUID呢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这里呢输入鞋盖 然后粘贴我们的UUID 我们到V2J来进行一个演示 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 打开我们的V2ray 接着呢我们点击服务器 我们点击从剪贴板导入批量URL 好导进来以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呢就是我们导进来的节点了 我们双击 我们把这个放大 我们双击 因为我们没有使用域名 所以呢这个传输协议的TLS呢 我们这里就要把它给关闭 还有呢这里的端口呢 我们也不能使用43端口 这里呢我们使用80端口 或者是2052端口 这里呢我们需要使用到我们的优选IP 要把我们的IP地址 给它固定在一个范围之内 这里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博客里面 Walk的专用IP优选呢 可以到我的博客这里呢 来进行一个下载 下载好以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这里呢我们随便点击一个 带有BAT结尾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在我们运行有BAT后缀的文件的时候 要确保我们本地的科学上网工具 都是退出状态 然后任意点击一个带有BAT后缀的文件 这样呢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这里呢我们需要等待一会儿 这里也等待了几分钟 然后就弹出了这几个速度比较快的IP了 现在可以看到第一个IP呢 这里的下载速度能达到70兆每秒 我本地的宽带呢是在一个500兆的速度 相当于现在这个速度呢就能跑满我本地的宽带 我们复制第一个IP 也可以在这里查看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下载速度 我们把第一个IP复制下来 接着我们打开我们的V2ray 还是刚才那个节点 双击我们把这里的地址呢给它改为我们刚才复制的IP 粘贴进来 现在呢这里呢都不要变了 我们保存 我们先测试一下 设为活动服务器 测试一下延迟和速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延迟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里的速度呢测试出来一般都会显示-1 这里呢我们不用管 我们设置为活动服务器 然后打开我们的代理 开启全球模式 接着呢我们来测试一下网速 现在这里的节点呢是云南到美国的一个节点 我们来测试云南到美国的节点的一个速度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500兆宽带基本上都能跑满 这个速度还是相当可以的 好接着我们打开我们的youtube 我们找到一个8k视频 选一个8k视频 现在可以看到这里的速度呢 已经跑到了14万 这个速度还是好 5万多 7万多 15万多 16万多 这个速度还是很不错的 好我们暂停 在不使用域名的情况下 使用VLess的节点就高于段落了 接下来呢如果想要科学上网更安全 那我们就需要使用到TLS的协议 就需要使用到域名了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如何来注册免费的域名和解析域名 接着我们进入到博客 我们点击这个注册域名的网站 进了以后呢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的一个名称 然后点击这个图标 下面这里显示绿色呢代表这个域名是可以注册的 然后我们点击Next 这里呢不用填写真实的信息 用一个能接收到邮件的谷歌邮箱最好 把所有的信息填写完以后呢 把下面的勾全部勾选上 然后点击注册 如果你填写的信息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都会成功 接着呢就会进入到登录页面 这时呢会发一份邮件到你的邮箱当中 去验证登录就可以了 这里登录呢是输入你的用户名而不是邮箱 下面呢输入你的密码 输入好以后呢点击登录 登录以后呢 这里需要填写一个秘密问题 和你的答案 还有一个你会记住的日期 填写好以后呢点击保存 接下来点击我们注册好的域名 我们把这个域名复制下来 然后去Cloudflare进行一个解析 进入到Cloudflare一面 这里我们点网站 然后点击添加站点 把我们刚才复制的域名粘贴进来 然后点添加站点 然后往下拖点击这个flare 接着呢我们把里面的这些解析的内容全部给它删掉 这里删除以后呢接着我们点击我们的域名 然后继续点击这里 这里呢我们需要复制下面这两行链接到我们刚才注册的域名的网站去 这里呢我们先复制第一行 进入这个网站呢我们点DNS设置这里 这里呢我们选择第一个名称服务器 把第一段链接粘贴进来 接着呢我们把第二段链接也复制下来 把第二段链接也粘贴进来 然后点击保存 这里保存好以后呢 接着我们回到Cloud Flare的页面 这里呢我们点击下面的检查名称服务器 我们点击左上角的域名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正在处理我们的名称服务器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这里大概等了五分钟左右 我们把这个页面刷新 下面这里显示有效并有一个小勾 表明我们的域名已经解析成功了 接着我们点击Workers and Pages 也就我们刚才部署好的Worker 接着呢我们点击查看 然后点击这里的添加自定义域 这里呢我们需要一个二级域名 这个二级域名也很好理解 就是在我们刚才注册的域名前面 随意的加上一段数字 或者是一段英文字母 都可以组成一个二级域名 这里呢我就是在我注册的 jdssl.link的域名的前面 加了一个heoo2 这样一个字符 组成了一个ho2.jdssl.link 这样的一个二级域名 我们把域名填写正确以后 点击添加自定义域 这里呢初始化也需要等待一会儿 初始化好以后 我们点击这个域名 这里呢我们需要把uuid给复制下来 我们进入到Worker 把这段uuid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回到这个页面 我们这里打上斜杠 然后把uuid给粘贴进来 然后回车 现在呢我们继续把V2ray这段链接呢 给复制下来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V2ray 这里呢我们同样点击服务器 然后点击从剪贴板粘贴 导入进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域名 我们双击 这里的端口呢 我们仍然保持43的端口 下面呢我们现在也使用TLS的这个协议 这里的地址呢我们需要更改一下 同样打开我们的U选IP 这里呢我们刚才已经U选过IP了 我们复制第一个IP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保存 现在我们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 打开系统带领 然后打开全局模式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的网速 现在使用TLS的协议 我们的速度也能跑满500多兆 也能跑满我的宽带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YouTube里面的测试呢 这个速度也能跑到十来万 看8K视频 4K视频是完全没问题的 速度是相当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看看IP的地址范围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IP是韩国的IP 目前呢所有跳动的IP呢都在韩国之内 不存在一会儿在韩国 一会儿又在日本 或者一会儿又在香港这样的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视频 如果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还请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如果大家遇到任何问题 欢迎评论区讨论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感谢观看